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泰国周刊 废话不说,我们直入正题 第一,普吉岛打击非法签证行动结束 从本月1日至15日 普吉府移民局在辖区内开展了主题为 让普吉岛没有犯罪的严打行动 主要打击非法使用签证和逾期拘留的现象 共对138人进行了罚款、起诉和抓捕 其中117名外国人因为妥善登记住宿地点而被罚款 6人因超期拘留被捕 此外还有15人因滥用签证被捕 移民局局长表示 他们发现持有义工签证的长期留在泰国的外国人 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志愿者工作 持有长期学习签证的人却从来没有上过课 甚至连学校在哪都不知道 此外还有一名63岁的美国大爷 是因为签证超期害怕被警察抓住 在自己的房间内仅靠吃蛋白质胶囊 生活了8天 也幸亏被抓住了 如果真的饿死在房间里 那就悲剧了 第二 电价继续飞 物价继续追 本周初泰国工业联合会FTI警告说 如果政府批准下约电费上涨计划 各类商品的价格将会继续攀升5%至12% 同时也会为吸引外资造成负面影响 FTI主席说政府必须重新考虑国家的能源结构 以便维持远期能源成本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 有必要加快向清洁能源的转型 据媒体报道 FTI已向能源部致函要求暂停下一轮电价的上涨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介绍了 明年1月至4月 泰国能源部计划将电价再次上调14% 届时每度电的价格将达到历史最高的5.37泰铢 虽然PTT集团很有可能拿出60亿泰铢 在明年1月至4月补贴每月用电量少于500度的居民 但是物价的上涨是任何人都逃不掉的 第三 泰国严达转向在线赌博和色情网站 就像泰国媒体那行小字写的一样 对非法签证和超期拘留的打击已经接近尾声 真的是接近尾声了 本周几乎没有相关案例的报道 但泰国警方的严打行动远未结束 只是矛头转向了赌博和色情行业 本周四 泰国中央调查局通报 警察在暖乌里府逮捕了三名经营赌博和色情网站的嫌疑人 其中包括泰国演员 亚姆和他的丈夫 警察缴获了包括兰波吉尼、法拉利、麦凯伦在内的14辆豪车 价值4200万泰铢的泰币和外币 8支名表 50个奢侈包 5台计算机 18部手机 还有44个银行账户 以及4所豪宅 此外 在本周二 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另外一个突击严打行动 警方在曼谷和青莱 查处了13家在线赌场 没收了价值超过10亿泰铢的现金和资产 其中包括6辆豪车 45支名表 45个名牌包 30分地契 以及试案的160余个银行户头 第四 泰国又出民调 这次看好阿努廷 在上周末的一项民意调查中 泰国现任副总理兼公共卫生部部长阿努廷 成为最受欢迎的总理候选人 在参与调查的人群中 有57%的受访者认为 阿努廷可以帮助解决人们的生计问题 而现任总理8月 仅以17.6%的支持率位居第四位 本周二 阿努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低调的说 选民在大选中拥有最终决定权 他仅仅是做好本职工作 随后记者追问 关于近期大批国会议员 转投太子豪党的消息 阿努廷说 太子豪党欢迎新成员的加入 但他还不清楚究竟谁会转投该党 必须等他们正式提交申请之后才可以确认 就在上周 阿努廷曾公开表示 不想成为巴育的继任者 这位出身政治世家的富豪 近期低调的作风 显然跟他在推广大麻合法化时 判若两人 这也许就是以退为进的策略 今天早上的最新消息 太子豪党宣布 阿努廷将成为该党推选的唯一总理候选人 第五 网红控诉808电影节被保安过分搜身 12月6日至11日 为期三天的808电影节在曼谷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有知名网红在脸书上爆出视频 画面显示安保人员在入场检查时涉嫌过分搜身 检查项目包括搜胸 搜臀 搜腿 还有搜马赛克位置 举报者指出 他参加过非常多类似的活动 从来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检查事件 几乎每一位入场的女性都被进行了特殊检查 这让他们感到厌恶和害怕 活动组织者反驳了这一指控 他们否认存在不恰当的触摸 并说所有的安检都是保证安全的标准程序 安保人员只是在执行命令 我们要防止毒品进入现场 而人们往往将毒品藏在我们够不到的地方 这个够不到的地方究竟是什么地方 难道就是生你养你的地方吗 第六 医疗旅游或将成为泰国政府新的致富窗口 自大麻合法化之后 泰国公共卫生部再次将致富窗口指向医疗旅游 并声称医疗旅游将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近日 卫生部发起了一项新的健康致富运动 希望需要医疗的外国人来泰国消费 根据医疗旅游协会的数据 泰国在所有健康旅游目的地中排名世界第五位 泰国以合理的价格提供优质的医疗护理 低廉的生活成本也是其一大优势 虽然物价在最近一段时间内持续的攀升 但多数欧美人依然觉得泰国很便宜 今年的医疗旅游收入比去年增长了47% 到泰国就医的游客产生了约119亿泰铢的收入 来泰国寻求医疗服务的患者主要集中在心血管疾病 癌症骨骼和关节疾病以及精神系统疾病 此外牙科也受到了来自科威特柬埔寨 缅甸日本和中国游客的欢迎 2021年每位医疗游客平均在治疗上 花费的金额为3万5千泰铢 第七 Landman酝酿收购Foodpander 据知情人士透露 外卖独角兽Landman正在洽谈收购Foodpander 起初他们计划以大约1亿美元的价格进行收购 但随着市场现状的变化和Foodpander长期的亏损状况 这一出价可能已经无法实现 Landman今年9月份获得了2.65亿美元的B轮融资 其估值已经超过10亿美元 他们在泰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Foodpander和Grab 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的Delivery Hero 是Foodpander的母公司 他们正在努力实现2023年盈利的目标 其首席执行官在上个月的电话会议上表示 他们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地 拥有稳固而强大的市场地位 为了实现盈利 他们可能会放弃个别没有充足市场份额的国家 2021年 Landman在泰国市场份额为32.6% Foodpander为23.4% 而老大哥Grab则以44%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第八 女骗子盗用身份作案 没想到冒充的是警察 一名25岁的泰国女子N 盗用一位高级警察的身份 在脸书上开设了账户 她告诉警察的朋友 自己的手头有点紧 需要借点钱渡过难关 随后N在脸书上公布了她的银行账户 很快她就收到了警察朋友陆续汇来的近50万泰铢的汇款 收到前后的N立即玩起了人间蒸发 看看啊 警察的朋友确实不一样 都不用打电话 发个朋友圈就能给你打钱 当N发现警察开始追踪她的时候 她迅速从赫勒福逃往北标府 看样子这姑娘还有点反侦查的能力 警察的朋友很快就打电话来求证此事 在得知自己被骗后顺便报警 随后这名女警察亲自上阵 在北标府的一所简陋出租屋内将N逮捕 N承认了所有犯罪事实并后悔不已 她说不知道自己冒充的是警察 第九 动物管理员两次被野猴咬伤 缝了52针 孟是一名春无礼服的动物管理员 她在工作中先后两次被野猴咬伤 但动物员仅给她13000株作为补偿 在今年的8月31日 一只野猴偷了一个孩子的零食 她试图保护游客 并向猴子扔石头虚杆 猴子这下不干了 窜过来咬了她的头 她去医院缝了14针 花了52000多株 10月24日 野猴偷吃动物员的蔬菜 孟这次更新了装备 她用弹弓驱赶猴子 结果猴子再一次咬伤了她的脸 这次她缝了38针 治疗费用为41000株 但动物员只给了她1万泰铢作为补偿 孟说她是该动物员的老员工了 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0年 月薪约为9000泰铢 她说动物员的管理人员 并不太关心员工的安全 近日54岁的孟 已向儿童和妇女基金会提起了诉讼 第十 卧薪长胆三个月后 凶案在警察局内上演 一次普通的交通事故 一次看似不起眼的刮擦 而且已经时隔将近三个月 当事人的愤怒却从来没有平息 今年的9月27日 现在的嫌疑人P 驾驶皮卡车在路上正常行驶 而现在的死者K和他的朋友驾车 驶过皮卡的时候 向皮卡的后斗里面扔了一个瓶子 这就是手剑啊 P降下车窗跟K理论 他拿起手机准备拍摄 随后K又用第二个瓶子砸向他 P想驾车离开的时候 挑事的K居然逼停了他的皮卡车 并对P进行殴打 导致其鼻子骨折 并打掉了三颗牙齿 本周五 双方当事人和律师及家人 再次来到警察局 P对调解人员说了一声抱歉 然后拔枪向K连开拔枪 像电影里一样帅气的复仇 在现实中真实上演了 还是那句话 千万不要欺负老实人 第十一 沙敦府发现柬埔寨诈骗集团的数据基站 本周三 泰国警方在沙敦府发现了 用于柬埔寨诈骗集团的网络数据基站 警察发现了30根挂在电线杆上的电缆 这些电缆可以支持超过1万台互联网终端 这些线路通过边境延伸至柬埔寨境内 在这次屠查中 警方逮捕了8名嫌疑人 其中也包括政府雇员 紧接着在本周六 警方又在沙敦府抓捕了数十名柬埔寨呼叫中心的骗子 其中有一名叫宋的柬埔寨人 他每月在泰国支付超过20万泰铢的上网费用 并把网线延伸至柬埔寨境内 警方称这个诈骗网络已经运营了12年 有部分政府官员也参与其中 很可惜还差88年就能成为一个百年老店了 第十二 众权出击东北部毒品网络 警方缴获25亿泰铢资产 本周三 基督警察突查了泰国东北部8个府的30个地点 有情报显示 当地贩毒集团运营这一家物流公司 他们以国内和国际货运业务为掩护 进行毒品贩运等非法勾当 这次行动共没收了近25亿泰铢的非法资产 主要是土地和卡车 媒体没有报道 有多少贩毒分子在此次行动中被捕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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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